除了《銀刀》、《暴聲》、《舊擺》、 《觀塘市中心》曾經有過的第三間在《觀塘大戲院》《觀塘大戲院》。 這間的是專拍攝小老闆的電影。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九日,星期五晚七點半、九點半正式開拍。 由小老闆親自帶來影校李青、舒佩佩、玉彈金飛、 宇維、五壽芳、李麗麗、葉靈芝、岳華、羅莉、 中華在開幕國晚踩場展彩。 常拍攝小事無俠騙我狼谷。 不過這間街的壞人在山口腰, 那些人能夠撐一條邪路上去幫襯。 撿撿了,被人撿耳攤,改名做副都戲院。 LIFE THEATER。 改型荷里活西片。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二十日, 星期一,七點半放冰封搶救隊。 那麽呀! 只有兩百多人看, 還破它跳臭街是被大犬仔放了個肚子 波羅蜜屎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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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屎。 現在,銀刀、暴聲都被人撒狂屎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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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耶穌教群人,何時死亡呢? 喬喬喬! 整間基督教人外教會, 或是天主教聖約和堂國後欄?